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纳粹 关于纳粹的历史,咱们去百度也好 咱们去谷歌也好,维基百科也好 都有很详细的介绍,我呢,就不介绍了 我只是说一个最近咱们常见的一些怪现象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知道纳粹 指的是希特勒塔,希特勒是什么人 是非常厉害的人,他呢,差不多就毁掉了整个欧洲 就是把捷克给占了,把匈牙利给占了 后来把荷兰给占了,比利时给占了 俄罗斯占了一半,英国也是 保隆东也轰炸的一塌糊涂 然后呢,基本上是南亚,一直南斯拉夫 都被人给占了,就是说是 那时候的纳粹是侵略着,他去侵略别人家的国家 然后在自己国家内部呢,就实行 种族迫害,就是迫害犹太人 等等等等吧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把侵略者叫做法西斯 法西斯呢,其实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岛 纳粹,法西斯都这么回事儿 当然了,就是二战以后 在作为德国 希特勒他那一派的纳粹 就等于消失匿迹了 但是在全世界各个其他的国家 纳粹还是存在的 我说的纳粹就是那种中性的纳粹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 你只要爱国,实际上你就是纳粹 按照这个观点来说的话 俄罗斯有贪也多,太多纳粹了 乌克兰当然也不少 咱们中国也很多 美国也不少,加拿大也不少 因为你动不动就说是 你这个民族优先啊等等的 什么民族自豪感呢,这都是实际上是一个纳粹主义 有时候我们小时候还在亚运会上看到 黄皮肤,黑头发飘起来 什么黑眼睛怎么怎么着呢 那这如果在我们加拿大 你谁如果这么说 或者是白皮肤怎么着呢 我的什么金发碧眼怎么着呢 那肯定有人就会把你告上人权法庭 说你是种族主义者 就马上受到惩罚 好了,关于这些国际大范围内的纳粹 我们就不说了吧,我们就说以前的 因为总体有一个标准 就是我们大家普遍认同的那个纳粹 就是希特勒的那个纳粹 对外侵略,对内搞种族迫害 现在啊,就是俄罗斯把人家乌克兰 叫做纳粹,乌克兰是纳粹国家 乌克兰人全部是纳粹,乌克兰 那乌克兰人全部如果是纳粹 那他们迫害谁去呢 纳粹迫害纳粹自己了 这个逻辑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呢 另外呢,就是,你说纳粹国家主义 那也就是相当厉害,他在侵略别的国家 通病别的国家,对别的国家有领土要求 那乌克兰没有啊 他一直是个受害者啊 他在纳粹也当的太窝囊了吧 所谓的反纳粹的那些人 被受害者们反回来侵略他 杀他的人,占他的地 好,那关于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儿 现在我准备聊重点 就是,聊什么重点呢 就是聊聊现在这个战局 现在这个战局,总体来说 我们很多人是比较沮丧 就是说乌克兰在打仗当中 每天阵亡的人是相当相当多的 平民啊,士兵啊,都是相当多 差不多一百到三百人之间 乌克兰的,原苏联的那些武器 就是苏式的武器,都全部打光了 炮也该坏就坏了 炮弹也是没有了 现在就等着西方,如果西方 就阶级的慢点,乌克兰就顶不住了 顶不住是什么结果呢 人家可能就是 就按这么,叫什么 厄阳帝 厄阳帝他不是说嘛 说是要把 要把那波罗的海全部给弄过来 就是拿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土地 然后呢,他们也不想承认 就是拉脱威亚利,陶马,埃沙尼亚 他们的那些国家地位 可能也要对回头,对哈萨克斯坦 也要挥起大刀了 当然,可能是下一步对波兰啊 匈牙利啊,或者是德国,法国 可能也要下一步,可能也要威胁他们 从这个方面来说 人家全欧洲或者美国,全世界都可能会认为 多亏乌克兰替我们顶着 他们就是替我们做的牺牲 我们再如果不给点口粮,不给点武器 确实是不像话了 如果他顶不住战火烧到我们的领土上 那我们自己就得上了 自私还是正义这些话 从利益,从正义各方面嘛 就是说,人家一定要帮助他 一定要给乌克兰给武器 给我们稀释的武器 这是站在那些人的角度上来说的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个 我想说的是,我判断乌克兰 那个苏式的那些弹药 肯定还很充足,炮弹也很充足 炮也是,也有很多很多 我看他们就是那个射程超过80公里的那种 前苏林那种大炮 我从维基百科上看 他有那个,就是那种所谓超级大炮吧 有90多门 从他们一独立开始,就一直在库里分存的 说,今年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也运了一些 当然炮弹肯定也分存了很多 那既然他们什么的够 为什么他们还说 都要打完了,你赶紧给我 我判断是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种话他早没说 哪怕是两星期之前他都没说 为什么过了两星期就说没有了呢? 这呢,我就稍微把话说破了 可能很多人也想到了 就是他们这几天 就这一两个星期 用法国的那个凯撒大炮 用美国的M777榴弹炮 还有用什么 波兰提供的那个解释炮 觉得比苏式的那个炮好用 精度又高,机动性又强 运起来又很快 就是,你比方说是 他那个法国的凯撒大炮吧 一炮轰下去,就能够灭掉 一二十门 就是俄罗斯的那种 前苏联的那个炮 而且呢,就是打完之后 马上就能误好 打的时候呢,也不用那么多人 伺候那个炮 一个人坐在那个车里头 在液晶显示屏上按着按钮 炮弹就发射出去 而且呢,它打得很肿 而且呢,炮弹还在 距离地面 就是可空的那个高度 不是落到地上去爆炸 在空中爆炸 然后就杀伤面积特别特别的大 他们觉得很爽 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干嘛要用苏联的那些东西 我就使劲要你这个越多越好 我那些我就留着 就是以后再说 我就打个比方吧 比方说,这儿呢 有一盆窝窝头 那边呢,有一盆白面饺子 肉馅饺子 韭菜馅吧,还是芹菜馅吧,桂江馅 饺子吧 平时这一家日子过得很难 吃窝头主要吃得很香 只要有窝头就行 但是突然之间有人给了几个饺子 那肯定窝头就不吃了呗 现在就是西方的那些武器 就是M777啊,凯萨啊 还有就是什么谢氏啊等等的 这一类的这些西方的武器 军方吃了一下 觉得哎呦,那晚上在 原来他们用的那些就不好用了 哎呦,那赶紧赶紧 要弄哪去吧 所有部队呢,都想都说 我没有武器了,再不给我就没法打了 然后就是吵吵 我死的人也特别多 其实他可能没死那么多人 一天可能就根本就 就牺牲没有那么大 这样呢,就是西方说 哎呦,你顶不住了呢 我们怎么办 下一步就该到我们身上了 赶紧给给给给给 就把东西越给越多了 这就是所谓的小聪明嘛 小聪明办大事嘛 有时候呢,也还得耍上小聪明 我就先这么个 所谓预言吧 就是把责业的这个 小计谋给破了 我们等着看 可能历史会证明 我的这个判断是对的 好,谢谢朋友们 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